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泄在解册的时候呢 你的血情抗体IGM阳性怎么办 因为如果你最近在考虑回国 或者你加入了一些微信群等等 那么你会发现关于这个问题呢 讨论的最多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而且各个微信群里头呢 每个人分享的信息或者获得的信息 或者转发的信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你可能会头晕 之所以讲我们风聊旅游呢 就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 因为回中国要求做这个核刷解册一开始 申请绿码 后来是双阴 从72个小时转别到48个小时等等 这个整个这个历程 我们都有在参与 有在提供服务 帮助了很多人成功的回国 可以说这个 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经验 所以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知识 在这里呢 我们先查过一个结论 就是说我们认为非常有把握的事情 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就是你打了中国的疫苗 你现在又要回去 你在解册的时候出现这个血腥抗体 Igm阳性 怎么办 这个呢 根据我们掌握的经验 和我们了解的信息 百分之百 你可以获得绿码 当然这是在你没有其他的 这个因素的情况之下 对吧 那你是可以获得绿码的 现在呢 我们关心的问题 就是打了美国的疫苗 Igm出现阳性 怎么办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所以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其实呢 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第一个呢 美国这个驻中国的这个领事馆 各个领区 他们的态度呢 是非常积极的 因为他们认为呢 打了这个疫苗呢 对于这个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 是非常有这个抑制的作用的 所以呢 他们其实是主张 大家打疫苗的 当然呢 打这个疫苗 打还是不打 需要每个人自己来决定 因为这个疫苗呢 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安全 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如果你认为风险比较大 那么你当然就不要打 对吧 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小的调查 很多人呢 有一定的比例 他们是选择是 解决不打疫苗的 如果不是非打不可的话 他们是不打的 所以这个是 个人选择的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打疫苗呢 我们还是持这个支持的态度 这个还是一个 防止这个流行病的 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既然领事馆 对于打美国疫苗的态度 还是非常积极正面的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 还是会这个担心和忧虑 就怕打了美国疫苗呢 回不了国 很紧张 如果你进去准备回国的 或者你加入了一些微信群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你会发现 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 这个呢 我想第一个 当然是领事馆 对于这个方面的政策呢 还不是说 有一个统一的 特别明确的说法 这会导致大家焦虑 第二个呢 也是大家对于这个 已经公布的一些信息等等 了解不是很透彻 尤其是你会听每个人转发的 或者说自己的个案 或者什么之内的 会切插万别 这样也会导致呢 大家一头雾水 所以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么几个话题 第一个 你打了美国疫苗 你买好了机票 按照要求 做这个双阴检测 如果你的核酸 是阴性 你的Igium是阴性 那就没有问题 对吧 就是这个 不管你是打了中国疫苗 还是美国疫苗 你的检测是双阴性 这就是OK的 可以通过 这个是毫无问题的 那么你在立马申请 小程序的时候呢 他也会问你 打没有打过疫苗 那么你就选择 我注册了 是莫多拉 还是这个Fizer 就辉瑞 或者强生一剂 什么时候注册的 这个你也需要填 然后呢 你这个注册的证明 这个证明是什么 这个呢 其实今天跟大家要 分享的 或者要讨论的 核心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证明 就是跟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打过疫苗的人 都会有这么一个卡 就是CDC 这个的一个小白卡 我们称为 这是背面 正面呢 有个人的姓名 生日 你第一针 或者第二针 注册的日期等等 有很详细的信息 这个上头呢 就是一个 这就是美国的注册证明 这个注册证明呢 就是在你获得这个 疫苗注册以后 如果你的解册 两个都是阴性 那么你在绿码申请的时候 你就拍这个小卡 就可以了 正面和背面 两个照片 你传上去 这就是你的疫苗注册的证明 对吧 这是说你解册 只要是双阴性 那么你就没有什么 额外需要提供的 那这个的正面和背面 这个就是一个证明 因为你已经是获得了阴性 现在大家最头疼的是在哪呢 就是万一你的这个解册的结果 Igm是阳性 打的是美国疫苗 这个小卡 怎么办 这个小卡 领事馆不是完全认可 就是说这张小卡 这也对于我们来讲 它太容易造假 对吧 说白了 每个人是不是都可以 搞这么一个卡 然后写上一个东西 排照上传 这个呢 实际上是大家目前最头疼的 它的核心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说你一旦解册 出现了Igm阳性 这张小白卡还不够 比如说洛杉矶领事馆 那么他就提出了很多要求 你需要提供疫苗的注射的正式证明 比如说你在疫苗注射的地方 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官方文件 上面有医生的切字 有联系电话 他如果想去核实 这个疫苗 你是你本人注射的 那他可以去核对 是要提供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现在要解决的呢 就是说除了这张小白卡 你需要准备的是什么 对吧 那我们只是说以防万一 因为你解册 你可能两个都是阴性 现在要准备的 就是说万一出现了这个Igm阳性 你需要提供更多的材料 就比如说你预约的时候 有电子邮件发给你 有短信发给你 这些你都可以进行截图 提交这个给领事馆 作为你本人亲自注射了疫苗的证明 另外呢 我本人呢 还发现了一个 就是可能的途径 就是可以帮助呢 你去获得这些报告 比如说我自己注射的是 辉瑞的疫苗 我今天注射完第二针 那么我就在注射中心询问 我怎么样拿到这个报告 那他们就讲说呢 这个注射中心呢 是开扫医院在组织 如果你是这个开扫医院的这个用户 那么你找你的家庭医生 他们就可以有这个记录 给你打印出来 你都可以邀请你的医生签名啊 等等 是吧 那么你拿到这么一个东西 到时候万一你的Igm是阳性 你提交给领事馆 那领事馆就是可以判定 这个是你本人注射了美国疫苗 而导致的Igm阳性 那么他们就会相信这个东西 所以呢 现在如果你要准备回国 那么你可能就要考虑 怎么去拿到这个东西 有好多人呢 是在CVS或者Walk Ring 约的 那就是更方便了 因为他们呢 就像你local的一个诊所 他们非常的人性化 可以给你开证明 可以给你切字 留电话等等 有的还可以拍照 这个都是作为这个证明 所以呢 我下面再跟大家分享 我在这个资料上获得的一个 就是说你可能拿到这个正式报告的一个途径 我手里头拿的这一点资料呢 就是我在注射这个辉瑞第一季的时候 这个注射中心发给我的 后来我在阅读的时候呢 发现了其中有一条重要的资讯 能够 我想他应该可以帮助我们 获得一条 就是获取领事馆期望的 你的疫苗注射的 官方的文件的一个途径 下面呢 我就跟大家展示一下 希望呢 这个途径对大家有帮助 大家注意看 这个红色框里的这一部分 这个里头的信息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疫苗注射的信息 记录在了哪里 他就有提到呢 就一些州啊 或者一些county啊 他们会把这个疫苗的这些信息呢 进行记录在一个系统里头 他有提到呢 从CDC的这个网站上去找这个IIS的信息 这个网址有一点长 我会把它打在这个视频下方的介绍里面 你可以直接拷贝 我们现在呢 就来到这个CDC 它这个记录的地方 我们会找到这个 这个IIS的这些 疫苗的这些记录 就是各种各样的 然后这个里头呢 其中就有一项 它是说 你的州 在你的州的这个IIS系统 然后下面还有这个健康的部门 每个州的 那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地方点进去 那么它就有列出来 每一个州的情况 那比如说我们往下面找 我们找到加州 那么这个就是加州的情况 你看它有电话 有这个网址 还有email 你都可以写email给他们提出一些问题或者要求 那我们来到加州的这个IIS的网站 这个呢就是加州的页面 我们看到的加州的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有很多的信息 我们仔细在这个上面找 我们往下看 看到最后这一条 看到了吗 就是你的这些节种记录的 在哪里找 你要找在哪里找 那这么看这个地方 怎么他们通过这个网站可以帮助你 那我们就从点开这里 大家来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非常有用 你看到它这个地方 病人的信息 你要姓名 然后贴上 然后是你自己 还是说你是接护人 这些都要贴上 你的生日性别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requestor 就是如果你提出来的请求 你需要把你的姓名地址之类的提上 还有你的这个email 然后呢 他需要业证你的这个ID 你需要提交 证明这个requestor 这个请求的人是你 是你本人 对吧 真实的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垫子的签名 你写上之后 然后上面的这个form 那么你就会得到你的信息 这个网站呢 你可以试一下 非常有帮助 当然了 这些信息呢 你看他这个地方 如果你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注射的记录呢 需要等他们至少两到三个星期 就是说你注射完以后 这些注射机构呢 这些注射机构呢 才把这些信息呢 查到这个数据库里头去 所以你在这里头才能查到 如果时间太短的话 信息没有更新 那你还查不到 所以这个是加州的情况 每一个州都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应该呢 你在每一个州的注射呢 都会找到相关的信息 相信这样呢 就可以帮助大家 这上面的网址呢 就是CDC那个网站 是一个统一的 有各个州的 这个相关信息的列结 在我们视频的下方 你可以点击 然后找你自己州的情况 上面呢 给大家分享了 应该不少的信息 可能有一点乱 希望大家没有糊涂 总结而言呢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打了美国疫苗呢 过三个一个月什么之内的 基本上呢 它都会自然的 IGM会转阴 如果你的结果是阴性 那就是不用担心 CDC的这个小白卡 就可以作为你疫苗注射的证明提交 如果你遇上了IGM阳性 那么就是我们上面介绍的很多的方法 领事馆希望你们除了小白卡之外 还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材料 证明是你本人亲自注册 其实就是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在提供了 足够的这个证明材料之后呢 领事馆可以判定 这是你本人亲自注射了美国疫苗 导致的这个IGM阳性 能够呢顺利的给大家批发 这个绿码回国的这个关节的一步 另外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 就是最新的 那么如果从洛杉矶回国的小伙伴 因为洛杉矶回国呢 航班比较多 可能它的价格 机票的价格也相对其他地方要便宜一些 可能很多人会选择从洛杉矶走 如果你从洛杉矶出发的话 那么洛杉矶领事馆 会有一个N大白加策的这么一个 选项 之前的节目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美国的这个疫苗呢 针对的是这个S蛋白 中国的疫苗呢 针对的是N蛋白 那么你在打了美国疫苗之后 我们平常的实验是一般解册是S蛋白 那么你这个相关的S蛋白的试剂 和去解册这个S蛋白针对的这个疫苗 那么它就会是阳性 如果你用N蛋白去测呢 它就是阴性 这是你没有感染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真正的被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话 那么你的N蛋白也会是阳性 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被解册出来 是被病毒感染 那肯定是不可能获得绿码的 关于这个S蛋白和N蛋白呢 之前我们有过一期节目 大家可以找出来看一看 这是洛杉矶这边 如果你要从洛杉矶走的话 就来到正常的渠道 做双阴性解测 如果出现了这个S蛋白阳性的情况 那么就会自动的追加这个N蛋白的解测 如果N蛋白是阴性 那你就是OK的 是阳性 那你就没有资格获得这个律码 对吧 因为说明你有被感染 当然了出现物诊的情况 那咱们另当别论 但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因为这个各个领馆区的状况不太一样 大家可能具体从哪里走 还有更详细的信息 进一步的信息需要了解 如果想就是因为这些问题 它也是在动态的 或者有一些细致的问题 如果想了解的话 那欢迎加我的微信 进行细致的咨询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针对于每个人的情况 从什么地方走 更加合适 更加方便 成功率比较高 是吧 那我们可以私下的交流 这是我的微信 大家可以加我 或者说在这个视频下方的介绍栏里头 也有一些我们相关的文章 你也可以看 可以点击查阅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节目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 欢迎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